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七十四集 人族 真家 失败了 一个面容雍容的中年人端坐在正中的椅子上 对下面坐着的十几个人问道 众人不语 但是个个情绪低落 别沮丧嘛 失败也在我预料之中 要是那么简单就破解了 老二早就搞出来了 这方面他可比我强多了 对了 丹殿那边怎么样了 中年人端起茶杯 勉了一口 那边传回来的消息也失败了 下面有人回答 连丹殿都失败了 你们还有什么好沮丧的 老二这次可是捡到宝了 查到了吗 炼汁这种药剂的人是谁呀 中年人心情显然极好 嗯 没查到 不过据丹殿那边传来的消息 他们断定是前不久 从帝州古一纪 送出血魔令的那人 哦 这人叫什么呀 中年人有了点兴趣 叫硝岩 是帝州硝祖子弟 现在呢 应该就在据西城 哦 帝州硝祖 就是 逍遥的那个硝祖 是 有意思呀 硝祖这次可出名了 哦 对了 逍遥还没有找到吗 中年人好像与 萧家始祖逍遥很熟悉 还没有 这个将老头啊 当初我就只说 帝州有四星斗地就足够了 老头居然 居然离家出走 说实不需要我 增加帮助 要凭自己突破到五星 这 唉 真是倔呀 现在硝祖长势的 还是硝力吧 中年人一阵地感叹之后 又问道 是硝力 嗯 硝力还是挺稳重的 最近硝祖有什么动静没有 前段时间 因为硝炎进入古一纪一室 硝祖被魂魔一族控制了 啪的一声 中年人猛地一拍扶手 立声问道 为什么没禀报 回族长 当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 清浩然已经带人 把事情解决了 下面的人战战兢兢地回道 中年人灵力的眼神 盯视着答话之人 梁九才开口说道 爱人 给小祖送一些矿石过去 安抚一下 另外 留人在帝州 注意萧族的动向 中年人余怒未消 族长 我们是不是把萧族 问话之人右手五指张开 又握上 不行 如果那样做 以后谁还愿意跟着我们 这事啊 让老二飞进去吧 现在不知道 有多少势力盯着这萧炎呢 他恐怕很难走出巨西城了 老二要想得到他的合作 有的忙活了 可不管怎么说 老二也是我真家人 派出人手 盯着派卖行 这次我们帮老二一把 是 妖族 义士大厅 怎么样 成功没有 一位体魄强壮的中年人向在座的各位问道 没有 连配方都没确定出来 一群废物 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一瓶二瓶药剂的配方都分析不出来 中年男子怒斥 派人去找那个叫萧炎的没有 别责备他们了 这个药剂可不简单 在远古的时候就是绝方 中年人话音未落 身后的帘子后 一道老太龙中的妇人之声传来 一位尽险沧桑 但是却一态万方的老妇人 首年念珠 缓步走了出来 老祖宗 您怎么出来了 中年人立即恭敬地站起身来 极其孝顺地说道 我再不出来 你就要喘祸了 老妇人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知道 那个药剂的药方是谁的吗 老妇人问向了中年人 不 不知道 中年人怯生生地回道 声调小了许多 什么都不知道 就想去破解 我告诉你 那个药方 是当年远古浩劫时 血魔玄黄的 哼 亏你现在是妖族的族长 连这个都没搞清楚 就乱动心思 老妇人没有因为有属下在 就给妖族的族长留面子 那 老祖宗的意思是 中年人大气都不敢出 躬身站在一边 小心地问道 当年多少人想破解那个方子 就没一个成功的 丹臣臣子 哦 就是现在丹殿殿主的师尊 九品炼药师啊 听说也是无可奈何 就凭你们 都下去吧 别瞎耽误功夫了 诺 除了中年人 大厅内 所有人纷纷退去 幻儿啊 不是老祖宗要当着众人的面责备你 丹药并非我妖族所偿 再说了 炼制这种药剂的人 显然是得到了那个老魔鬼的传承 他既然在伤盟手里 我们在伤盟多少还有些股份 我们何必去凑这个热闹呢 让他们折腾去 我们看热闹 坐享其成 难道不更好吗 老妇人开导着妖族族长战唤 老祖宗说的是 被老祖宗一点拨 中年人一下子开窍了许多 我们要不要派点人手 必要的时候 暗中帮伤盟一把 老妇人点点头 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总算你还不算糊涂 本来我妖族浩劫之后 应该是占了不小的便宜 五星地劫的加强 可是对我们妖族太有利了 可惜啊 圣女陨落了 老妇人突然感叹道 老祖宗 我已经通过各种渠道 在各个卫面 打探圣女的消息了 圣女出世 那是天意 就看老天眷不眷顾我妖族吧 我老了 只能尽力守护我妖族了 说完 转身缓缓地向帘子后走去 神秘的影子蒙 不大但是精致无比的房间内 两个蒙面人 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前部失败了 都在打探硝烟的下落 肯定在伤盟手里 我们找到了吗 没有 一点线索都没有 只知道这个硝烟是来找药族的 可药族并没有见到他 地州那边怎么样了 硝族也丝毫没有硝烟的消息 要不要把硝族控制起来 逼硝烟现身 不行 一来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二来会暴露我们 现在对硝烟最感兴趣的 应该是丹殿 他们已经派人找我们 帮他们打探硝烟的下落了 那我们怎么办 尽全力打探 我们不淌这股浑水 但是要把水搅浑 让他们去斗吧 是 明白 魔族 聚西城清浩然住所 清浩然若有所思地坐着 自从得到血魔令和血魔之界后 实力极速提升 现在已经是达到了六星斗地巅峰 他拿起一瓶一文清灵液 鼻尖在瓶口闻了闻 有些忧虑地说道 唉 看来 这次硝烟有麻烦了 清沐儿坐在一旁 听见清浩然的话 目光也紧张了起来 伤门扣着硝烟做什么 药剂再多 硝烟能炼制多少 还不如打两颗五星磨合卖的钱多 唉 你知道什么呀 伤盟这是要逼硝烟交出药方 批量炼制 控制丹药的市场 这事啊 伤盟惦记了上万年了 早不是什么秘密 就凭先祖皇手里的那些绝方 肯定能做得到 清浩然对清沐儿分析道 哇 难怪当初送他东西他都推辞 原来是从先祖皇那儿 都盗了那么好的东西了 哥 我们去把硝烟找到 把药风要回来 我们去控制丹药的市场 好不好 那能赚好多的钱 清沐儿眼中冒着金光 仿佛看见大把大把的钱 就堆在眼前一般 哼 胡闹 我们能干的事吗 清浩然呵斥道 那本来就是 先祖皇的东西吗 清沐儿撅起小嘴儿 小声争辩道 那是先祖皇 给硝烟送血魔令的报酬 你说是血魔令重要 还是那些药方重要啊 可硝烟现在 被伤盟抓走了啊 那我们得把硝烟救出来啊 便宜了伤盟 还不如便宜我们呢 清沐儿不服地说道 看到两兄妹争论不休 一旁的二长老 轻咳一声 我看这硝烟 也是个倔强之人 清衣不会交出药方的 药方应该还没有到 伤盟的手里 如果这样的话 恐怕硝烟就不止有麻烦了 他可是经历过天地浩劫的人 见识自然要深刻许多 清浩然闻言 神色一变 眉头立即皱了起来 看来事情 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陈思良久 清浩然站起身来 走 去会一会 真不烦 商盟 拍卖行 商盟会长专用房间 魔皇大驾光临 欢迎欢迎啊 真不烦热情地 接待着清浩然一行 商盟的人告诉我 你在拍卖行 就不请自来了 唐突之处 真会长 莫怪啊 哎呀 请都请不到的贵客 魔皇客气了 诸位请坐 上茶 真不烦一边招呼着 清浩然等人 一边在心里 猜测着他们来此的目的 不知魔皇匆忙 敢来找真某 有何紧急之事啊 想必会长心里 已经猜到我的来意了吧 清浩然坐在客位上 看着真不烦 淡淡地说道 还请魔皇赐教 若是以前 商盟的会长 对清浩然恐怕 不会这般客气 而如今 清浩然得到了血魔令 成了新的魔皇 自然就要恭敬三分 我 为硝烟而来 清浩然说出了 来的目的 眼睛看着真不烦 哦 硝烟 那个 送你血魔令的硝烟 对 就是他 恳请真会长 告诉我硝烟 现在何处 魔皇问错人了吧 我怎么会知道 这个硝烟 现在何处呢 我又不认识他 真不烦 神所丝毫不变 冷静地回答着 真会长 你们拍卖的清灵液 是我仙祖皇的独有绝方 进入仙祖遗迹的 只有硝烟一人 除了他 没人能炼制出这清灵液 你能说 你不知道他在何处 信号人声索 有些严厉起来 感谢观看